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满身疲惫地赶去我父母那儿,接女儿西西 在娘家没坐几分钟,看西西双眼迷茫的样子,我知道她困了 又立马带着她往家里赶 回到家,客厅按着,卧室却亮着灯 我走过去,看见藏鱼脸在明暗不息的电脑屏幕前,笑得异常灿烂 看来,她天不黑就到家了 脑海里闪过我去接西西时,我妈扶着腰起身的样子 西西才一岁多,正是刚学会走路到处乱跑的时候 老人带起来是很吃力的 也正因为如此,我只要下班,第一时间就去把西西接回来 她这么早下班,就没想够去接西西吗 我是给她发了消息的,说我会加班,让她吃了晚饭再回 回想着意念多,藏鱼集结西西的次数不够一个手掌 甚至报过西西的次数也不超过两位数 她对我最深情的时候,就是我们结婚那天吧 讽刺的是,我能和她结婚,还算是我捡了漏 我站了三分钟,藏鱼才有所反应,立马切换电脑界面 有些不自在地说,你回来了,啥时候回来的,怎么也没事 我心里有些疑惑,我本以为她是看游戏讲解视频 现在看来应该不是 我没吱声,抱着西西进了屋 西西已经睡熟了,将她轻轻放在她的小床上 又除去外套裤子,给她擦脸擦手 还没忙完,藏鱼已经躺下 三傲式婚姻就是我这种吧 只是我当初没想到,还以为掉进了幸福 半夜西西不知怎么烧了起来,难受得醒来大喊 藏鱼一脸不耐烦地说道,怎么又生病了 这个月第几次了,你妈怎么带的孩子 说完把门一摔,睡到书房去了 我抱着西西倒水喂药 轻声哄了很久,她再再次睡着 我坐在黑暗里,心想挨没待于心思,就是现在 我和藏鱼结婚没多久,我就怀孕了 因为我俩原本在同一公司 为了避嫌,也考虑到藏鱼的发展 我换了新工作 那时才入职不久 怀孕直接导致我试用期没过就失业 所幸就在家待产 藏鱼工作比较忙,所以照顾我的主要是我妈 可能我妈还是看得清楚 她说藏鱼跟我结婚是一时兴起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了 那会儿藏鱼对我还算不错 我挺满足,对我妈的说辞也不以为然 但在她的坚持下,我月子一做完就上班去了 因为藏鱼父母年事已高,又在偏远农村 我妈主动承担带孩子的责任 我爸妈经营一家小便利店,发不了大财 但因为有些年运,也有一些积蓄 也有些余力帮扶我 时至今日,不得不说姜还是老的辣 黑暗中唯一的光,是电脑屏幕的电源灯 我看着那个明黄色的小亮点,心里毛毛躁躁的 于是抱着信息坐过去,打开了电脑 我自己有台笔记本,这台电脑是藏鱼打游戏用的 我基本没碰过 桌面上有个某直播平台的图标,我点了进去 发现藏鱼最新的浏览记录是一个女主播 看着那个女主播的头像,我心里五味平打翻 只缺了甜味 那个女主播叫范丽,是藏鱼的前女友 我能和藏鱼结婚也是拜她所赐 我比藏鱼大三岁,也比她早进入之前公司的项目部 但我能力一般,所以一直都是普通职员 藏鱼不同,她是市里一所985高校本数联徒的高材生 在几个开发项目里表现突出,很快就有了晋升 我虽然能力不突出,但配合力和执行力不错 我们俩一起合作很愉快 我也对面对开发中遇到的问题机制应变 在客户面前有理有据解说的藏鱼心生向往 藏鱼和喷嚏一样,是藏不住忍不住的 藏鱼渐渐也意识到,我对她和别人的不同 她没有拒绝,但也没有明确接受 我想,滴水湿川,有一天她会爱上我的 很快藏鱼的爱情来了,像龙卷风一样来得很快 只是女主角不是我 公司新来了一个前台,就是范莉 有一眼望去就出类拔萃的长相 大大眼睛樱桃小嘴 高高穷鼻和鹅蛋脸 身材也窈窍 她的出现,在公司一种单身汉里刮起了旋风 这风也吹进了藏鱼心里 看藏鱼妄想范莉的眼神,我知道我已经输了 后来藏鱼杀出重围,夺得每人放心 只差临门一脚,二人就双宿双飞 不到半年,他们就谈婚论家 藏鱼的嘴角都按不下去 不过没几天嘴角就下垂,再也提不上来 后来我知道,是范莉的父母为难她 范莉是本事人,父母公知 算是不错的条件 他们理想的成龙快婿,应该是在基础上拔高 藏鱼出身农村,父母公她读书已经很吃力 结婚的花费,只能她自己想办法 几年工作下来,她有十多万的积蓄 但范莉父母一开口就是十万彩礼 一套本事房产 藏鱼解释自己没那么多 范莉妈白眼一番 你条件这么差,如果这些都补补上 让我闺女嫁给你吃苦嘛 藏鱼硬着头皮上,还没结婚已经备了三十万的外债 范莉一家看基本要求达到就松了口 允许准备婚礼 藏鱼本以为大难已过 谁知,还有九九八十一难等着她 范莉不愿租借婚杀,一定要买一套 还看上一套一万的 藏鱼委婉表示她已经没有多少钱了 范莉立马哭起来 说她闺蜜婚杀三万多一套 我已经退而求其四了 医生就这么一次机会 你也要让我遗憾吗 藏鱼说不出话来 递出信用卡买下 后来是珠宝,婚敬排场 甚至是伴手礼,也要挑高端大旗上档次的 财政赤字,押得藏鱼再也消不出来 好容易才熬到结婚当天 藏鱼坐着租来的好华轿车 安慰自己好事多么 今天就修成正果了 神清气爽地住在范莉家门前 敲门要接新娘子 按规矩给了许多红包 但门始终是不开 今天你要想把我女儿取走 先把家庭影院买回来 说话的是范莉曼 还是一如往前的居傲 这家庭影院之前就提过 藏鱼没松口 没想到这会儿又成了拦路石 藏鱼想 他已经背了四十多万的债了 这一家人还不满意 到今天还要为难他 这婚真的有必要结吗 藏鱼独自开走号车 一路恍惚地来到我家门前 担心跪地 问我是否愿意嫁给他 这出乎了我的意料 前一秒 我还在被他即将成为人妇而伤心 这一秒他就告诉我他要娶我 地狱变天堂 巨大的欢喜冲晕了我 我答应了他 跟着他上了婚车 直抵婚礼现场 我们在主持人的指示下 说了不论贫穷富贵 此心不移的誓言 将婚戒带到彼此的无名纸上 范利冲了上来 穿着那套一万多的华丽婚纱 我穿的却是婚请公司 临时找来的应急礼服 款式过时 我的气势一下就矮了下去 像是偷穿了灰姑娘玻璃鞋的邪恶妓解 藏宇 我才是新娘子 你这是干什么 从这一刻起 刘荣才是我的妻子 藏宇牵着我的手说道 我被证明 几倍也停止了 我想 那是我听过最美的情话 我们婚后 范利就从那家公司辞职 走之前 还要求藏宇赔偿她清承损失费 但最后被法院驳回 而藏宇的彩礼 以及贵重礼物 也被要求返还 从那以后 范利再也没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以为他俩已经相望于江湖 没想到 却在网络上暗通款曲 看着他们在直播中 那些情因款款 互诉中场的句子 我只觉得恶心 第三天是周五 我把茜茜送到我妈那儿 告诉她 今天晚上有事 不来接茜茜了 然后 我反身去了趟表妹的诊所 就去上班了 下班后 我立即回家 做饭时 葬雨回来了 她照常进卧室 打开电脑 戴上耳机玩了起来 我做好饭叫她吃饭 坐在饭桌上 她才想起问 茜茜怎么不在家 我们俩好久没过二人世界了 今天浪漫一下 看你的蹲位 我浪漫不起来 葬雨壮死开玩笑地说道 我是一胖体质 从怀孕后 体重一直没减下来 一米六身高 体重一百三 在葬雨眼里 体重可以用蹲来形容 我无话可说 的确比起直播里的范茜 依旧窈窕的身姿 我对她 当然是没有任何吸引力 可她在范茜面前 骂我是肥腻的母猪 却深深地刺痛了我 我默默地吃完饭 收拾完 等葬雨沉睡过去 等葬雨醒来 已经是天色大亮 她发现她动不了了 因为我给她绑了起来 刘柔你干什么 葬雨不耐烦地说道 此刻她没有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别喊 老师回答我问题就行 我拿出手里的注射器 将里面的药往外推了推 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邪魅一笑 你要干什么 那是什么 胰岛素知道不 我这一针下去 你慢慢就会因为胰岛素过量 而血糖过低 头晕眼花 然后休克昏迷 再然后就死了 刘柔 我们是夫妻 你害我有什么好处 说吧 你和范莉怎么又好上她 交代清楚了 我先葬雨过早 掏了掏耳朵 葬雨哆哆嗦嗦地告诉我 是半年前 范莉主动联系了她 说什么后悔 什么还爱她之类的 葬雨想报复一下 所以就虚情假意跟她来往 我看你在网上给她打赏的钱 可不是虚情假意啊 我简单查了查 不多 大概一万出头 我是为了让她相信 她是个贪财的 不给她点甜头 我又不好实施报复 报复就是睡了她 拍裸照是吧 葬雨也许觉得 我不会动她电脑 那些裸照 都大大咧咧地放在桌面 一个文件夹里 就那一次 我是太恨她了 想发泄一下 也想有个把柄好拿捏她 我都交代了 你快放了我吧 把离婚协议签了 我就放了你 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协议 笔和印尼 葬雨要求看协议 我拿着让她看了个清楚 这房子怎么成你的了 是我付的首付 首付是你付的没错 可她首付的欠款 是我爸妈掏钱给你还上的 后面的贷款我们一人一半 这都是查得到的 协议里写了 你还的贷款我还给你 人之易尽 你一个过错方 有什么资格讨价还价 葬雨气得要骂娘 我注射器抬了抬 她扛起脖子又摔在枕头上 我把笔塞进她手里 看她吃力的签完大鸣 在岸上指印 我宝贝的把东西收好 快放了我 我们去办手续 别急 先把这针打了再说 葬雨奋力挣扎 大喊大叫 我拿了一块抹布塞进她嘴里 然后一针下去 一滴没漏 怎么样 有没有感觉全身发冷 那就快了 你别担心 一会儿我带你出去 我跟亲戚朋友都发了消息 说我俩出去旅游 等我找个没人的地方 就把你丢湖里 谁也不知道 我就说你是尿急撒尿 结果不小心摔进去了 胰岛素咽不出来 人体能分泌这玩意儿 怎么查也查不到我身上 你别 省点力吧 要不死得更快 然后葬雨真就乖乖的 一动不动的躺着 甚至呼吸都放晴 贪恋这世间的每一秒 大概一个小时后 有人来敲门 看着已经安静许久的葬雨 满脸心细 我冷笑一声去开门 来的是我几个表哥 我们自小一起长大 关系都不错 几个表哥给葬雨松了绑 他立马一蹦三尺高 骂道 刘如你个毒妇 吐沫星子飞出老远 我逼了逼 他也在这时发现 他被我耍了 张嘴就骂 我表哥上去抽了他一耳光 让他嘴巴闭上 就这样我表哥带着他 或者说压着他 和我一起去了民政局 把离婚办了下来 你早点把你东西搬走 以后我们大路朝天 各走一边 若 气出了就算了 还来真的呢 我保证以后再不会了 我们和好吧 孩子不能没爸呀 从来也没见过他这当爹的 尽了什么为人父的责任 这会儿拿孩子打算盘 行啊 你要不怕哪天真死得不明不白 咱俩就复婚吧 葬雨这下怂了 快步上了车 麻溜地回去收拾东西 只是我没告诉他 我还给他留了份礼物 他偷拍的那些范丽的裸照和视频 我都发给范丽了 只看范丽怎么出手吧 葬雨也真是自以为是 我已经在他身上耗费了几年青春 怎么还会为他这样的渣子 白搭进去后半生 注射器里不过是生理盐水 喳喳怂包罢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